過去這樣的組回也是在這種中華隊才會看得到 這一球打結出去 在組外方向非常深遠的飛球警戒區這邊 一群不回頭 也是一個兩分砲 HOME RUN 陳庸基本季的守候也出爐 現在幫助同一世來追分 追到了2比3 今天兩隊在比賽的前段都有HOME RUN 這顆球跟蔣志賢的選檔不太 比較不太一樣 面對這顆曲球 打得高就是夠高 一開始覺得高管理好像還有一些機會 所以就剛好越過了拳就打牆 是 這個羊角真的有夠高喔 很強勁 一人手攔截下來之後 哇 這邊要小心衝撞啊 不過陳庸基是一個nice play 哇 楊大哥給他拍拍手 你這樣也接得到 佩服佩服 我第一時間也覺得應該要穿越 搞不好形成一隻二壘安打囉 再來看一下車步邊 哇 哇 撲接的動作真的是漂亮 魚躍式的一個撲接攔截 再自己回去踩一壘 帥 這個就算拳子的一壘手 也沒有幾個人接得到 有些時候甚至會做一些模擬 就是說對這個 可能正宗的投手指 是說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誰上來打擊 你要怎麼投 這個球就投得很準 這個球是在一個外角的訴求 三針掉了幾幾道拱罐 棒子沒有出去 也結束了在一局上半 衛拳龍隊的進攻 出現了一次保送 但是沒有得分 現在就希望可以讓 打者可能沒有太多這種 思考的一個時間 對對對 但今天出現第二個保送 好球 好球 今天在這個球場當中有三位 四十歲的一個球員 同場先發 蔣紹虹的打擊 一壘上是李凱薇 李凱薇有很好的腳程 但是沒有作戰術 而這個球直接被潘威倫攔下來 很揄 assignments 高Pop 嘟嘟的守備幫自己一個很大的忙 立刻回身傳二壘 這四個一六三的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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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 單挑就被杜杜接到了 這邊想問小寶教練 這種球隊投手來講 平常有辦法透過一些練習來模擬嗎 是可以的 像早期我剛當教練的時候 我們會拿一些比較像軟式的棒球 是 因為怕練習當中受傷 沒錯 然後我們會拿軟的球打給選手接 但距離又會更近一些 讓選手練習反應 主要就是看那個瞬間的反應 當然我們不會往他身體上攻擊 還是會往左右邊去做擊球 讓選手去練習反應 還是可以練習的 不過有些時候就是 就像好像那種打 內隱上方的飛球 跟實戰當中真的出來的時候 那個強勁度感覺還是不同 揮棒落空 雖然是滿球術 不過這個纏鬥最後 潘威倫還是把林孝辰給三陣出局 僅僅是被打了一隻的安打 不過這個球打到右半邊 平飛安打了 這時候也要看衛球隊這邊會不會有一些戰術 因為跑者本身具備腳層 然後擊球員又輪到郭天信 所以剛好兩個腳層快的 這時候戰術上的下打 這個機率還滿高的 而且還會電臀 期待羅薩有機會的全力打舞 一壘上跑者先啟動了 郭天信 出棒打成了一個滾地球 讓跑者這邊 上到了二壘 這時候下打戰術是 非常的明確的 就如同我們剛才所預測的 因為下戰術你必須想到的是跑者的能力 以及打者他的一個擊球能力 對 我相信這都是教練已經考量好的 冷度也投出過34次的三陣 由極方向的滾地球 陳同平接球沒問題 羅薩可以劈腿 很成功的一個投球 讓他擊成滾地球 跑者現在來到了三壘 追平分來到三壘 但是也兩出局了 潘衛倫現在的用球數 僅僅56顆 而且他把前面兩天 炮生龍的衛權龍K 現在不一定要靠三陣 抓出局數就好 左半邊的飛球 蘇智傑到定位 結殺出局 潘衛倫現在已經把六局給投完了 而且這場比賽他只有被打兩隻的安打 沒有失分 現在是1比0同一支隊領先